那对于目前出现的众多的加速模型当中 哪个模型让你印象深刻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Self-Fozy 因为它可以在质量上 以一个1.3B的视频生成模型 直逼14B的模型 另外生成的速度 也可以达到近似于实时生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另外占用的资源也非常的小 如果是832x480这样的分辨率 它几乎6G的显存就可以跑起来了 那大家一直在期盼着Self-Fozy 这个模型的14B的版本 什么时候能出 其实呢这个版本呢已经出来了 但是呢它可能感觉没有那么明显 那原因呢就是它改了个名字 大家看一下 它现在这个名字呢叫做LiteX2V 那所以说从名称的相似度上来讲呢 和原来的Self-Fozy 还是差别比较大的 但是呢这个的确就是它的14B的版本 那当然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它在Github上的原版啊 这个呢是一个Diffuser格式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用 那为了让大家能在ConfUI里边 使用这个模型的话呢 K神呢做了一项工作 就是把它提炼成了一个Laura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K神的抱抱脸的模型列表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天之前 更新了一个Laura啊 叫LiteX2V 那这个是一个REC32的Laura 它的大小呢是317兆啊 所以说呢用法和普通的Laura是一样的 那我在RendingHub上呢 也给大家构建了相应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end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 回头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呢 搜索一下有趣的巴黎后程序员 那我会把相应的工作流呢 给大家发布到这个平台上 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到底怎么去用 那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如果你去用的话呢 不能用原生的工作流 我测了很多遍 就是原生的工作流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呢我没有去深究是什么原因啊 我就直接用了K神的这个工作流 那这个其实就是K神提供的 12.1的T2V的工作流 也就是文生视频的工作流 那这个工作流呢很简单 我们简单过一下 那我们先看一下主模型的加载 主模型呢我现在就是用的 One T2V的14B的模型 当然我这是一个FP8的版本 同样呢我这开启了C这个Tension 这我加了一个Laura 这个很重要啊 因为我们重点就是要加这个Laura嘛 对吧 那完了之后呢 我这开启了快交换 主要是我这要生成81帧的视频 防止它爆显存 而这个Touch Compile呢 这个我没有连 如果你要是想着它速度再快一点啊 可以把它给连上 那下半我们再来看一下文本编码器 和我们的VE 这个和原来的呢是保持一致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词 我这写的是黑发的古风美女 快速转身微笑 国风发际 唇色高清 非常简单的一个提示词 而且是中文的 那采样器的话呢 就沿用了我们所有的加速模型的一个设置 这我用的是8部采样 然后CFG值设置的是1.0 这个是必须这样设的 Shift值设成8.0 然后这个采样器呢 我选的是LCM 然后我们开始生成的效果 这呢我进行了一个1.5倍的放大 大家看一下 然后做了一下插针 所以说真正出来的时候呢 这儿是30帧 这儿15帧 因为我插过一遍嘛 而且进行了一个1倍的插针 所以说这儿变成30帧 话不多说 就看效果吧 漂亮吧 清楚吧 非常的棒 而且速度呢也是很快的 那这样啊 为了让大家清楚的认识到这个速度 那我们让它采样一遍 大家看一下 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 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个生成的速度呢 是不计算模型加载时间 所以说呢 我们大致看一下 从这个采样开始到结束 或者到这个视频出来 大概用多长时间 我们运行一下 现在呢开始加载模型 主模型加载 好 现在呢开始采样 我们大概用了21秒进行模型加载 采样呢 我们看一下用多长时间 好 现在呢采样已经完了 然后我们大概用了一分多钟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个速度依然是非常快的 由于我这个种子是随机的 所以说我们再来看 生成的这个效果 看一下 依然非常的漂亮 那插针和放大这个 我们就不算了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 这个模型的效果呢 依然像1.3B那个版本一样 非常的惊人 然后呢 我测了几个提示词 大家简单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很像一个武侠的场景 是吧 我们看一下那个效果 非常的棒 这个女孩坐在一个岩石上 看一下 这儿是云海 这儿还有烟雾 然后白衣烈烈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提示词 说低空环绕角度推至远景 这个是腕里边的那个什么呀 我们叫运镜的提示词 对吧 因为腕模型有很多的提示词的 这个生成方式 第一种叫简单公式 第二种叫这个高级公式 第三种叫运镜公式 第四种叫变形公式 就大概这么几种 那有人说 我这个提示词该怎么写呢 如果你实在不会写的话 你记一下这个网址 叫oneai.org 这个应该是 one这个模型 在国外的官网 大家注意 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子 比方说文声视频 图声视频 是吧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叫什么 叫prompt generator pro什么意思 就是提示词生成技专家 你点开它的话 大家会发现 这有提示词生成的一个方式 你把你的关键字写在这 你可以选是英文的还是中文的 这个指的是 你要输出英文的提示词还是中文的 但是我试了半天 我生成的都是英文的 我不知道 我这个有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然后这个公式 大家看一下 基础公式 高级公式 然后运镜公式和变形公式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四种 这四个公式呢 我曾经在one这个模型里边详细给大家讲过 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呢 可以通过通一万象的官网去看一下 在这个视频生成里边 有一个叫使用指南 大概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指南里边呢 就有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 比方说这个公式的写法啊 提示词有主体场景和运动 是吧 然后呢 有文声视频和图声视频 然后呢 下面有提示词公式 这就有这个基础公式 是主体加场景加运动 进阶公式 就advanced 然后呢 是主体加场景加运动 加镜头语言 加氛围词 加风格化 然后呢 有运镜公式 有运镜描述 主体场景运动 镜头语言 氛围化和风格化 然后再往下边 还有这个形变公式 然后对每一个呢 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这个呢 就是它这个选项的一个来源 那如果你想写比较好的 Y2.1模型的提示词的话呢 这个文档呢 是必不可少的 那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这个提示词 说低空角度环绕 推至远景 然后展现着白色汉服 长发美女 屹立在花岗岩 通天石柱之巅 这有点不一样 就是它是坐在这 是吧 另外的话呢 就是双手合十 然后闭目名思 后边写的比较有意思 七级强风 从仙动长袍形成海浪般的波纹轨迹 脚底流云如巨龙翻涌 镜头掠过背风卷起的飘带的特写 超广角展现悬崖外万丈霞光 穿过云海的壮丽全景 来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是吧 云海 衣服飘动的这个景象 而且是一个广角的一个镜头 的确非常的好看 这是这个 这个呢 就相对平凡一点了 是穿着古装的一个美女 手提着一蓝缤纷纤画 然后撑着油脂伞 走在竹林眼影的小镜上 然后有朦胧的湖水 然后下雨 大家看一下 整个这个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 甚至整个的光影 也不是那种特别明媚的 因为它是雨天嘛 是吧 这个呢 就有点奇幻了 说这个电影集视觉特效大片 天空中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照亮夜空 一位身着华丽孔雀 羽毛长袍的女性 缓缓升空 如同神话当中的女神 她站在一片废墟之上 周围人群仰望 充满着敬畏 脚下呢 有一个神秘的金色光球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大家看一下这根的效果 金色光球 周围的人群 废墟 这个女主呢穿着一个孔雀的衣服 然后再缓缓升空 天上电闪雷鸣 所有的元素呢 都能呈现出来 当然 她的这个不是一个写实质感的啊 她这个有点像游戏的那个感觉 是吧 这是这个 再来看这个 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 你猜这个是一个什么场景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提示词啊 说这个视频展示了唐僧与女儿国国王 在一片宁静的环境当中 深情告别的场景 唐僧呢 身着传统的僧袍 女儿国国王则 穿着华丽的传统服饰 两人呢 从并肩站立 缓缓转向面对面 眼神当中流露出不舍与深情 后边我们就不念了啊 大家看这个场景表现 还是非常棒的 这个唐僧有点 让人觉得 不那么老实 是吧 但是呢 整个人物的表现 你看一下 僧袍 包括袈裟 这个念珠 这个都是非常棒的 包括女儿国国王整个的神态啊 我觉得表现都是非常漂亮 这个唐僧有点 有点这个贼美书演的 是吧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微缩景观 我们先看提示词 说视频展示了一个精致的玻璃球内部啊 一个微缩的花园 被一个小巧的矮人 精心的照料 矮人身着 传统服饰 手持细小的耙子 在细腻的沙子上 细细的绘制的图案 每一笔都透露着对细节的追求 后边我们就不念了 大家看一下 看放大的这个吧 玻璃球内啊 有一个花园的场景 一个小矮人 拿着一个耙子 在这个细腻的沙子上在画啊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对吧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不同的这个 视频展现效果啊 那通过这些场景 大家会发现 Self-Folstein的14B 的确呢 没有让我们失望 不管是整个场景的细节 动作的呈现 提示词的追寻度 以及采样的速度 都是远超同类的这个加速模型的 所以说呢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而且它现在只是一个 LORA形式呈现的啊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了这么多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